來到荷蘭,住酒店當然要選一些特別的 馬路,河路,就是這間,跟我來吧 你沒有眼花,這間屋真是一間酒店 酒店前身是船橋看間的住宿地方 24小時看守船橋的開關 這間酒店最特別的是沒有Lobby 直接透過Apps,有間房時,就可以開門 在荷蘭就有28間這類的船橋看間亭 由1673年到2009年之間興建 分佈在阿姆斯特丹不同的河道 酒店就向當地政府租用了這些廢置的船屋7年 改建成為獨一無二的酒店房 今年4月才剛開幕 現在就已經有11間投入服務 好,每間屋都有一個平板電腦 作用就是給你看這間屋的資料 附近有什麼好吃,或者是一些屋的規則 如果你想查看,在這裡按個按鈕就可以走了 這裡就沒有廚房 但其實它也有個咖啡機 也有少少餐具給你 還有一個雪櫃也可以買啤酒、汽水 在這裡喝一下 你看到外面真是車來車往 你看到震軟感嗎 早上睡覺怎麼辦呢 酒店都很貼心 有兩個耳室給大家,不要投訴 酒店的概念就是居住在城市裡 市中心或者郊區都有 雖然沒有太多配套 不過每間屋都有不同的體驗 五年前,這些房子仍然在使用 鋪鑽警員會留在這裡 等待一艘船到這裡 從這裡到這裡到阿姆斯特地 如果是一艘船,它會開啟 前面,它會開啟 前面,它會開啟 設計師也盡量保持 船橋屋的歷史元素 長身掛著的水泡 當年是用來救人的 間隔也不會有太大的改動 在19世代,你會有這種扇子 所以你能看外面 但人們也不能看外面 你會保持燈光 因為在荷蘭,它很暗 房間的清潔都充滿荷蘭特色 透過電動車游走不同的船橋屋 在一刻,只有兩人在工作 最多的時間,我們開始到9時 如果它很忙,我們都會保持它 整個房子都在一起 這樣會更容易移動 從一旁到另一旁 所以我們是一個社交的項目 開始要知道這個城市 開始要知道哪些人居住 在這裡 你看,他們用這個房子 去跳舞,去游泳 去玩,去玩 去玩 這就是我當時的 我以前做的事 你去哪裏,你去哪裏 你去哪裏,你去哪裏 今時今日,大部份的船橋依然運作 主要靠人手和平板電腦 控制開關 酒店規定年滿21歲才能入住 避免小童有危險 下次來到荷蘭 也不妨試一試這個獨一無二的住宿體驗